大家好 虎头茉莉这个品种开花非常香 比普通的茉莉花开花还要香 开花也要好看 但是虎头茉莉 它也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 就是它的抗病能力非常的弱 每次我们修剪完成之后 如果没有给它做处理的话 枝条很容易会出现枯萎 大家看我这一颗 上次给它修剪完成之后 没有给它喷洒杀菌药 所以导致了很多枝条出现枯萎 一般正常的普通茉莉花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我们最好给它修剪完成之后 喷洒一次本甲笔座纸杀菌药 避免它出现这种问题 那么我这颗虎头茉莉 现在又可以给它说修剪了 因为这个花也基本凋谢完成 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给这种虎头茉莉修剪 首先是给它做一次中度的修剪 因为本身我这颗虎头茉莉 已经长得有点非常凌乱了 给它中度修剪 剪出我想要的一个造型 把这些过长的枝条全部给它剪了 像这种大枝条我们也给它剪了 还有这些过长的也给它剪了 好了 将它剪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给它喷洒杀菌药 本甲笔座纸 这个本甲笔座纸它非常人性化 它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大家看到吗 像一个胶囊一样 一克只需要兑上500到700额线的清水 非常方便非常人性化 也是非常适合家庭使用 因为它这样做的话 我们用起来会更加的精准 不容易出现用多或者用少 然后给它喷洒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的 预防出现黑感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少做这一步的话 那么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我们给它喷洒完杀菌药之后 想要它长新芽更快 可以给它使用一次这种酥削淡肥 但是不能用多 用多的话会影响它后期开花的数量 我们只需要用一次就够了 等它长出新芽来之后 我们再给它改用零缩二金甲 注尽它花芽分化 好了 这就是养虎头茉莉 我们给它修剪完成之后 是要多做的一步 好了 我们下期见